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帅电影院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韩国另类复仇片 神之一首鬼首篇 影片主要讲述男主如何靠着围棋 闲鱼翻身的故事 拿好手机,调好音量 我们马上开始影片 阿全在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和别的男人跑了 父亲因受不了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留下阿全和姐姐相依为命 两人的关系非常亲近 但也非常平凶 两姐弟负责帮一名职业围棋选手 老黄打扫家园 姐姐负责打扫屋内 弟弟负责打扫屋外 两个人一起赚点生活费 某天,老黄发薪水给姐姐 借此说道 可以免被当弟弟的围棋师傅 姐姐听后非常高兴 但是随着而来的 便是老黄对这天真的小女孩 做出了潜规则行为 正巧被经过的阿全看见这一幕 她当下并没有冲进去 阻止老黄的猥琐行为 而是等完事后 向老黄发出围棋挑战 期间还发现姐姐衣服的扭扣 被扯烂在地上 最终因死力还不到家 而输了这场对异 经过莫大的侮辱和委屈后 姐姐依然坚强地准备好晚餐给弟弟 但他无法面对现在的姐姐 而选择了不理会 不料在半夜醒来时 发现姐姐接受不了事实 上吊自杀了 不知所措的阿全收拾好行李后 便急忙地跑向火车站购买了去往首尔的车票 人生路不熟的阿全 刚到首尔就找到了一家围棋馆 他用身上仅有的零钱和一名大叔主棋 拥有天赋的阿全 很快就赢了一笔小钱 让他可以吃上一餐温饱 突然出现一名大叔坐在阿全的旁边 这位大叔名叫日道 也是一名围棋爱好者 其意勉强算得上是高手 平常刻着赌棋赚取可观的收入 但在和一名巫师对赌时 因为被对方的神通扰乱心神 因此输了对异 而两人之间的赌注是一只手臂 所以日道便在那天以后失去了左手 日道看见阿全第一次来到首尔 没地方可以睡觉 于是开出了一个交易条件 日道负责供阿全三餐和住宿 而阿全必须应用自己的围棋天赋 帮日道赚钱 两人达成协议后便回到日道的住宿 他先带阿全认识住在这里很久的影视围棋高手 在开始实情报复计划前 他需要增进阿全的起义 日道把他带去一间佛室 进行简单的礼拜后 便把阿全的头发剃光 开始了地狱室的训练 日道限时阿全五秒内 必须记住围棋的攻势 每完成一次就点一块石头 接着再借除掉阿全平时下棋的坏习惯 随着训练时间长了 阿全下棋的眼神也开始有了字的变化 不再优柔寡断 看到对方大有进步的日道 也开始了最后一项训练 他把阿全关进一间小黑屋内 开始下棋一场盲棋 由于看不到棋盘的缘故 阿全输得心态都崩了 为此 日道惩罚他待在漆黑的小黑屋一夜 隔天一早 日道再次来到小黑屋和阿全对弈 这次阿全却轻松地就战胜了日道 随着阿全离开后 他看见墙上有一个用血花出来的棋盘 训练结束后 两人开始了报复计划 他们先是和一名大叔进行对赌 而阿全负责利用自己的天赋 透过监控运筹帷幄 果不其然 他们成功让眼前的这位大叔 输得倾家荡产 欲信不忍的日道离开时 留下了一笔钱作为安慰奖 不料大叔却因为输了必胜七处 而选择了结束生命 日道等人接着寻找下一个目标 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位 性格火爆的有钱人 札草 札草也输了一大笔钱给日道 脸上也充满了许多不悦 两人在离开的时候 日道似乎察觉有危险将近 于是便告诉阿全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就去找一个叫做死先生的男人 语音刚落 他们就被杂草的打手堵住了去路 日道上前拖住打手 制造机会让阿全逃跑 不料他却被后面赶来的杂草追赶 负责拖住打手的日道 不幸被对方用刀筒死 而害怕自己的阿全 找到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 成功逃跑 他一个人跑回佛寺 灰性的想上吊自杀 但不知为何感觉有种力量 正在保护他 导致自杀不成功 画面一转 阿全已经长大成人 这些年来 他一直把时间用在锻炼自己 和钻研起义 此刻的他是一个非常冷酷 且神秘的健壮男孩 无时无刻都透露这一种高手的气质 他告别了高手大叔后 就开始下山寻找那个名叫死先生的男人 一起执行复仇计划 证明死先生是一个胆小怕事 但是人际关系非常好的男人 他平常的职业是一名围棋裁判 赶着骑手对异 为了见识阿全的实力 死先生带他到处去挑战些 起义不错的对手 阿全靠着出神路化的起义 迎遍了东南西北各地高手 死先生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帮姐姐复仇之前 他需要完成一件事 那就是帮自己的师父报仇 他来到乌斯纳英森的店铺 看见日道师父的左手 依然放在那里被当成摆设 阿全恶话不说就向对方发出挑战 赌注是大家各自的一条手 乌斯爽快答应 并拿出黑白相同的旗子给阿全 由于双方旗子颜色一样 所以在对异期间 一刻都不能走神 不料乌斯靠着自己的神通 看穿阿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不断说其他的过去 试图捞乱对方 但经过那么多年锻炼的阿全 岂是那么容易受到影响 无论乌斯怎么说 阿全依然无动于衷 可就在对方说到姐姐的事情时 他抬头望向对方 而这一举动正中乌斯下怀 成功让阿全走神 即使如此 阿全依然淡定下棋 并在最后完成绝杀赢了乌斯 对方也遵守承诺 把自己的手给砍了下来 与此同时 高手大叔那里来了一位捕术之客 这位小哥的父亲 曾经因为输光家产给热道 而选择了自杀 他因此把日道和阿全当成杀父仇人 但是阿全和日道已不在此处 所以他把矛头指向了高手大叔 强迫他赌一场生死局 棋盘里有小哥精心设计的机关 输的一方将会遭到 类似墙水的液体奔赦 虽然大叔奇异高超 可这些年来 小哥也和阿全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 很快的大叔便败下阵来 不幸生死 另一头的阿全等人 把目标定在了当初反悔杀害日道的杂草身上 在对异前一天晚上 阿全遇见了那位同死师父的打手 于是向前向对方要求单挑 双方你来我往 明显阿全实力更高 他把对方的脸放在墙上来回磨杀 磨完右边磨左边 剑情是不对的打手 找到机会立马逃跑了 到了第二天 两人开始对异 阿全用不到一眨眼的时间 便赢完了杂草的现金和产业 可谓输得一干二净 不服输的杂草在夜晚找到阿全 这次他打算赌上性命来一场生死局 两人来到火车轨道上下棋 随着火车越来越靠近 棋子也在不断抖动 杂草最终还是输了这场对异 可是看着迎面而来的火车 他违反了承诺跳出轨道 为了弥补欠下的人情 他答应愿意坐牛坐马 随后 阿全在电视上看见老黄艺人挑战20位职业选手的解说 一旁的观众纷纷赞叹老黄就像露神致敬 上司所时 阿全感觉来了不速之客 随即便找到几位由打手请来的小混混起击 这几位小混混伸手不凡 打得阿全节节败退 以少打多最好的方法就是背靠着墙 眼观四方耳听八方 阿全很快就找回了节奏 成功反打对方 刚解决完这群小混混 打手就冲了进来 再一次的和阿全决议胜负 即使对方靠着肮脏手段进攻 最终阿全还是打败众人 结束了这场乱斗 画面一转 杂草来到老黄的签名会闹市 被老黄的女儿给赶了出去 心有不服的杂草 就在女儿独自一人取车时安算她 并把对方给绑了起来 另一头的阿全 则是找到老黄发出危机挑战 不料老黄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紧接着便收到杂草的电话 这才知道 原来杂草暗算绑架女儿 都是阿全的计划 为的是让老黄隔天能够乖乖听话 接受挑战 最后他再把规则改成了自己一人 挑战包括老黄在内的100名职业选手 与此同时 小哥找到了阿全和史先生的住处 他先是把史先生掉在了火炉上 逼迫阿全和他来一场生死局 随着一番对弈下来 双方实力不分上下 最终打成了一个合局 不甘心的小哥果断按下机关 想置对方于死地 阿全靠着灵活的生法和反应 成功躲闪 两人掀开棋盘直接对决 扭打在一块并双双重高速掉落 伤得非常严重 即便如此 小哥也不轻易放走眼前这个杀父仇人 拿力气吃伤了阿全的肚子 紧接着便不断地挤压伤口 造成严重的伤害 气氛的阿全也不再留守 拳拳打向对方脸部 而在关键时刻 上方掉下重物砸上两人 并发生了轻微的爆炸 虽然双方都成功躲闪重物的攻击 但小哥却在爆炸中消失 解决完小哥后 天也已经亮了 阿全即使身负重伤 也坚决要和老黄对决 完成姐姐的复仇 他换了干净的衣服 来到老黄的地盘 老黄也遵守承诺地 找来了99位职业选手和他对异 他苦撑着受伤的身体 迎变了99位职业选手 此时场上只剩下他和老黄 他带着坚决的眼神来到老黄面前 拿出姐姐使用过的钱包 放在棋盘上 但是经过和小哥的对决 加上99位职业选手的棋局 此刻的他已经身轻俱疲 也因为如此 他下错了一步棋 让对面的老黄露出猥琐的笑容 开始言语挑衅 阿全闭上双眼 回想起姐姐的经历 回想起这些年他所下的决心 随后便从姐姐的钱包里 拿出那颗被老黄扯烂的扭扣 下了最后一步棋 他也一招定乾坤成功战胜老黄 阿全让老黄在他自己和女儿之间 选一人存活 说完便转身离开 老黄则从棋盘上发现了 阿全所走的每一步棋 到最后竟形成了一个死字 这一切就像是阿全计划好一样 于是老黄恶话不说 就选择了上吊自杀 电影的最后 史先生向自己信义已久的女人求婚成功 他在告别阿全之前 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名叫鬼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简介里 找到在线观看的链接哦 也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见